今天嘴巴上的顏色呢 長這樣 它是Etude的 然後色號是 好小 BE103 哈囉大家好我是Mag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6月的愛用品 開始之前我講一下我剛剛擦的這個唇膏好了 就是我之前擦過 然後我覺得不錯 但是我今天擦 我就覺得我的顏色跟那個嘴唇是分離的 不知道大家懂不懂那意思 就是你擦上去了 然後顏色確實有了 可是它感覺不是跟嘴唇是服貼的 然後特別顯唇紋欸 不知道為什麼 對分享一下這個心得 因為我覺得比較下來的話 反而它家的那個霧面唇釉我比較推 這個唇膏的話就還好 而且包裝沒有到絕美好看 愛嫌棄 好這次開之前呢 來講一下我今天穿的什麼好了 然後大家一定要在這個部分繼續看下去 你不要就是不看這一part 但是你還留言問我說你今天穿什麼 為什麼每次都沒有介紹 那是因為為什麼你每次都要跳過啊 好嗎我沒有跳著拍影片你就別跳著看 好上衣的話呢 其實它不是上衣 它是養妝 是一件式的養妝 這是Beams的 是我之前在直擊 林口三井Outlet 買到的這一件 然後這是我第一次穿 項鍊的話呢 我帶了兩條 這個是Dior的 然後這一個呢 是一個品牌 有點忘記它名字 它叫MXIV 爾扣的話呢 這個是Ate的 它是那種夾式的 這也是Ate 他們是一期的 然後這個呢也是Ate的 指甲油的話我覺得還蠻可愛的 是我昨天新買的 是Roman 它的那個比較那種 琉璃感的指甲油 是還不錯 但是因為我第一次擦 還不知道擦起來如何 如果我覺得不錯的話 我下個月愛用品會收錄它 首先第一樣愛用品呢 老朋友 黑牌 VOC 多功能 黑皂液 這是我去年的時候 疫情在家裡面 待著買 然後我買了之後呢 大愛 所以就是我年度愛用品 愛用品 Vlog 你應該很常看到我在用 因為它能使用的範圍 真的太廣了 它可以用在廚房 浴室 桌面 地板 髒污 皮件 木質 表面 衣物 我跟你講我大部分都是用在衣物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可能下巴有漏洞 不知道吃東西我都超容易沾到 然後我之前Vlog有拍到多次我用它 然後去除髒污 然後瞬間會還原衣服像新的 所以很多人都驚呼它 太神奇太強了吧 我好像沒有哪一次去除髒污的時候有失敗 我家是布沙發 那布沙發其實如果你沾到東西的話 也會很難清理 可是我一樣就是噴它在髒污上面 然後就會大概靜置30秒到1分鐘 然後用牙刷或是你手把那個布抓起來 然後這樣搓搓搓搓搓搓 然後再用濕的抹布來回擦它 它就乾淨了 所以我家的沙發用了兩年多 還是像全新的一樣 其實是它 並不是因為我沒有弄髒 然後這麼強的清潔力 通常手會很紮 會弄的就是會色色的 它沒有 用完之後你即便手直接接觸它 然後你在搓揉的情況 沖完你的手還是保濕的 所以我覺得它就是真的蠻厲害 它就是很天然 但是清潔力又夠 味道的話就是很天然 像是那種有點像稻草的味道 然後我用了一年其實大概還有 我覺得還有半罐以上 所以我覺得它的用量其實也蠻省 就是你真的噴一下 它就可以起很多的泡 然後就會非常的乾淨 然後現在呢 如果你輸入我的折扣碼 把握7月4號到7月10號的話 有很好的優惠 兩件的話呢是83折 你買三個的話呢是78折 那如果你很確定它很好用 就是你之前買過 然後想要回購的話呢 五件呢是75折 那影片呢是7月4號上限嘛 上限前三天呢 我會抽出三名可以獲得這個黑皂液 所以你也不一定要買 你可以等等看有沒有抽獎 那如果你真的是太想要確定 擁有它的話呢 你就會現在買 因為用了之後呢 保證你變衛生骨髒 因為什麼東西都會變超乾淨 而且什麼東西都可以用它清潔 下一個樣品呢 我之前也有在影片分享過 就是MB的遮瑕膏 那如果你還沒有看過 我之前那支影片的話請看 因為日本很夯的東西 我所有買來之後做review 你以為很好用嗎? 你以為很夯的都很讚嗎? 沒有沒有 你看那支影片我可以替你省錢 但是這個東西我會讓你破財 因為它是我目前用過 最好用的遮瑕膏 MB真的是超強耶 我一次還好就一口氣買了兩個顏色 一個是明亮色 然後是一個一般色 但是我覺得它一般色其實也沒有很友善 就是很沒有友善健康膚色 因為你看它這個一般色 它其實也沒有到多一般你知道嗎 就是也是要偏白一點點的人用 才會覺得比較OK 然後它的組合都是這樣 蜜桃色然後配一個膚色遮瑕膏 那為什麼它遮瑕膏我覺得很棒 是因為它的質地它非常像奶油 它可以很快的融入你的肌膚 而且不會有厚重感 但是呢遮瑕度非常好 因為像之前我很常用的這個啊 就是大家也會推的KP 它其實也是日本的品牌 那它呢我覺得它的質地也非常棒 就是像奶油然後也很快融入肌膚 可是它其實沒有什麼遮蓋效果 再加上它的配色 它的配色是蜜桃跟黃色 所以它沒有真的實際膚色的遮瑕膏 可以就是在你校正完之後繼續疊加 所以即便它質地很棒 可是如果我要用膚色遮瑕膏的時候 尤其是那種膏體遮瑕膏 很常會碰到剌塞的耶 就是太乾太乾了 所以它的話我就覺得沒有那麼全面 然後用到MB之後我覺得真的很棒 它反覆的疊加 它還是可以融入你的肌膚 那如果你搭配它的眉妝蛋 我一口氣介紹第三個愛用品 這個眉妝蛋也是我目前用過最好用的 Beauty Blender的好用 然後我之前有用過什麼 好像是Real Techniques的 然後我也有用過Morphe的 其實都很好用 可是它很出奇置身 因為它的海綿不知道是裡面摻雜了什麼 它好彈 所以我沾濕了之後呢 我的遮瑕膏就算上了很厚 我再稍微的彈壓彈壓彈壓 它就會讓我的眼下變得很服貼 然後變得輕薄 可是又有遮瑕度 這個美妝蛋它不會沾粉 所以也不會讓你的底妝本來要有的遮蓋力 就是它感覺都吃到那個蛋裡面 它完全不會 所以這兩個我覺得加在一起是非常好用的 然後我之前在影片當中用的那個遮瑕刷 也很多人在問 這就是情緻的 它超級便宜 好像一百多吧 它就是長這樣 比較細編的遮瑕刷 那遮瑕刷 我沒有什麼特別品牌迷思或幹嘛的 你只要有彈力 然後細編的話 我覺得就非常好遮蓋眼下了 下一個愛用品呢 是Youtuber Oprah 他自己做的品牌 O Beauty 然後O Beauty目前的唯一品項就是 O Mascara 如果你不知道Oprah的話 他是一個還蠻注重自己眼妝上面睫毛的人 我自己呢也是屬於這個路線 就是我的眼妝很清淡 可是我會很注重我的睫毛 所以我一直到就是 他要自己推出他自己品牌的時候 我就非常期待 那我用到之後呢 確實我是很喜歡的 而且是我目前手上喜歡用睫毛膏 Kiss Me的 然後還有Kai Beauty的 然後還有Solo的 跟他的 我覺得都是不太一樣的定位 他的話是屬於自然派系 可是非常持久捲竅 他跟Solo的有一點點類似 Solo的話是會比較濃密漆黑一點 然後也持久 Oprah他家的話 我覺得他是更加輕盈的膏體 然後你刷出來的纖長 非常非常的自然 而且不會結塊 然後持久度我覺得 我覺得比Solo再好一些些 他的這個膏體 第一次我在用的時候 我很驚豔 因為真的很輕 輕到即便我刷了 像現在這樣就是兩層 我完全沒有存在感 更不可能會有什麼異物感 完全沒有 就是真的非常友善 於你睫毛的一個睫毛膏 然後他的捲竅程度 我覺得也很厲害 就是可以一整天都長成這樣子 只是 因為他的膏體比較輕盈 他也不是走過於濃密漆黑的路線 所以我刷上睫毛非常漂亮 可是我刷到下睫毛的時候 因為我的下睫毛是比較就是偏禿頭的路線 雖然他沒有辦法很漆黑 就沒有辦法有很鮮長的效果 所以我反而下睫毛會用回Kai Beauty 或者是Solo 可是上睫毛的話 我最近都是狂愛用他 他刷起來真的是太鮮長 他可以疊加兩層三層 不結塊 不糾結 而且完全不會暈染 這真的是很厲害 我覺得很好用 下個愛用品呢 是非常適合夏天點 或者是你可以開在蠟燭等底下的蠟燭 是Marley & Gates的這個番茄蠟燭 我之前非常喜歡Marley & Gates的大麻蠟燭 然後他也有大麻的蛋香精 然後我也買過他同一個這個大麻味道的身體沐浴露 然後蠟燭我也非常喜歡 而且Marley & Gates 我覺得他是少數蠟燭的擴香程度 非常好的一個品牌 就他的味道當然是好 你知道要不然根本不用提 可是可以這麼擴香 然後可以這麼的持香 我覺得很強 但是他的擴香是讓你覺得非常舒服 而不是就是 你知道把東西感覺香精棒嘟在你的鼻子 不是這種路線 那其實夏天通常大家不會點蠟燭 可能就是用擴香或者是空間噴霧 反而是秋冬比較會點蠟燭 可是我是一個就是 一年四季都覺得蠟燭可以開著的人 我覺得很多蠟燭的味道會比較適合秋冬 就是比較沉一點 然後比較穩重的木質調 但是這個番茄蠟燭是我很意外的 必須先坦承 我第一次第二次點的時候我沒有特別喜歡 因為他的成分很特別 很不像我平常會買的味道 蘿勒 番茄 雪松 那雪松我會買 但是番茄跟蘿勒 怎麼想你都會覺得 欸怎麼很像西西里菜 你知道嗎 或是很像拿坡里菜 就是很義大利的菜名 但是我陸續點到第四次第五次的時候 我會發現他的味道其實很清香 然後很好聞 其實瑪麗人可以擦架的東西都非常忠性 所以你無論是要送誰禮物 送哪種個性 性別 其實都不限制我覺得蠻好的 那他的味道就是你擺在那邊 蠟燭也不用開太強的話 他就可以慢慢的擴廂 讓大概10坪12坪的空間 都會有一個像這樣子的味道在空間當中瀰漫 然後很有夏季感 所以我到現在聞都還是會有一種帶酸一點點的蠟燭味 那如果你也是跟我一樣就是一個夏天也會點蠟燭的人 但其實適合的味道沒有那麼多 我覺得可以試試看他 而且他這樣子一顆是2000塊 我覺得還算CP值不錯 下個愛用品呢 是很久沒有登場的 就是零食系列 這個是我之前在星光三月 好像日本展那時候在展出的時候 我買的 它是一個日本的米果 名稱叫做橘衣米果 那我買了三包三個口味 但是目前就只剩下它 而且只剩下一點點 我還刻意就是把它裝在裡面之後 放到櫃子的深處 我命令自己不能吃 要不然我愛用品就是完全沒有辦法講 可能就這邊空談這一切 那我買了三個口味呢 一個是柚子胡椒 超級驚豔 因為我就是一個胡椒的愛好者 然後我之前也有分享過就是 家裡必備柚子胡椒 你就是乾煎 可能松阪豬啊 或者是乾煎魚 然後你沾一點點那柚子胡椒這樣 升天好吃 超好吃 然後他竟然把柚子胡椒 用在米果 很強 然後第二個味道呢 他就是一般就是醬油味 然後我現在正在吃 但是快吃完的這個味道 我記得他好像是什麼小辣椒 他就是有一點點嗆辣 然後煮味道都還是醬油 因為畢竟日本東西 其實不會辣到哪邊去 他的柚子味超香 你聞 就是有一種很乾淳的味道 呃 價格不肥啦 就好像一包要250還是260吧 但這一包就是 如果是倒到這邊的話 是大概接近8分滿的 而且很脆 他醬油味超超香 然後吞下去之後 米果後面的那個香氣 也會回來找你 因為我快吃完了 所以我很焦慮 我就在上蝦皮上面找 然後沒有什麼賣家在賣 所以我一口氣就 我買了三包還是四包吧 就是大家可以搜尋 橘衣米果 不得了 最後一個愛用品呢 是我這兩個月都非常喜歡的日雜 第一個呢是金雜的 它的特別編輯 我上一次分享雜誌的時候 也是金雜的 因為我陸續有發現 可能過了25歲 會蠻喜歡他們家的風格 就是會比較 不能講清熟 因為也沒有清熟 就是穿著他會成熟一點點 可是還是保有年輕活力 然後他家的雜誌 他也會分享一些生活的部分 像我最近就是迷上看別人的家 因為我發現我沒有什麼布置家裡的天分 我會站在那處在那然後想說 這東西要怎麼擺 這東西要怎麼移 我都沒辦法 可是我有個好朋友叫Tim Tim完全可以 所以他有一次來我家的時候 大挪移我家的家具 他說就是要這樣 他這邊就會有製造玄關的感覺 然後幹嘛 人家弄好主架構之後呢 我想要現在就是開始慢慢學怎麼去點裝 點綴他們 我就買了這種很多室內佈置的這種雜誌 他其實就是介紹別人的家裡 你看像這樣 可能從廁所啊 一些小小的空間啊 然後這樣子 他的工作室啊 或者是像這種 然後各種風格都有 像這個我就覺得蠻喜歡這種風格 就是有一點顏色 但以白明亮還有木頭為主 那這個我很喜歡 我一翻再翻 我把它當聖經 然後另外一本呢 我也很喜歡 是Pod 5的 然後他的封面就長這樣子 他就是在介紹別人的家 然後他介紹的範圍很廣喔 他就是有介紹從日本的 然後歐洲的 紐約的 都有 還有亞洲的 我好像在裡面還看到台灣的 然後我最喜歡的其實也是這個 封面的這個男生 他是在紐約 然後他家的很多家具 他好像都是 很請木工作 或者是 好像是他朋友吧 就是因為我看不太日文 我就是一點點解讀 然後因為他家的色調跟我家很像 就是很明亮 然後木頭有一點點綠色 所以我就會一直看說 他到底都怎麼擺他的東西 看一看之後呢 就是先從 我喜歡蠟燭那樣子擺 然後我就會把我家的蠟燭 喔這樣子擺 然後發現喔好像不錯 然後喔他們好像會買一些花瓶耶 喔那我家好像有些盆栽 然後我就會擺在那邊 就是慢慢這樣練習 然後我真的覺得 夠好看了 我才會想要拍room tour給大家 我就是一個 覺得一定要到這個程度 我才可以拍room tour 不然就是如果愁愁拍 我覺得很丟臉 好這次的愛用品呢 就是包羅萬象 從清潔用品 美妝產品 然後從香氛到吃的 然後到書籍 你所生活需要的東西 我這次有介紹 就是包辦你生活的用品 然後再跟大家講一次 就是黑牌必有心的 多功能黑皂液 他不是每次都有現貨 也不是你要買就會有的 所以現在有現貨又有折扣碼 大家可以把握這次的那個 折扣碼機會 那折扣碼可以使用的時間 是7月4號到7月10號 然後再附送一次這個折扣 就是兩件八三折 三件七八折 五件的話是七五折 那如果大家有喜歡的話 就可以購買 然後其他的愛用品影片 如果我找到連結的話 我就會把連結放在資訊欄底下 好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鞋子的話呢 3月的時候 我就在物色低根的黑色涼鞋脫鞋 我看了韓國品牌 歐美品牌 是很多選擇沒錯 但都太過平庸了 結果遇到了這雙 它是大大的圓形炫頭 擁有修飾所有角形的魔法 而且以設計來講 非常新穎